可能楊石豆啊就是講說蔡總統確診你們是為了要努力開災 你怎麼看她這樣子的出發 不會啦我覺得沒有人想確診 那我們也祝福蔡英文蔡總統早日康復喔 那她去不去勘災我不知道 我不是她的秘書 我們也看不到總統府的行程 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人會沒事想要確診 所以希望她的身體可以好好的 那事實上有關蔡英文總統確診是不是很關心總統 當然因為現在在這個颱風當中 那總統確診 那我相信總統心裡也很著急關心颱風 那我想她是國家最高的元首 那我們應該予以關心 那所以我昨天有上她的這個網站去留言 那祝她早日康復 那也讓總統放心 那以我們地方政府來講以台中市來講 我們會積極的應變 那讓總統不要太操心 可以專心的養病早日康復 我們會訪問她 謝謝東西 幕志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的气象专家有特别提醒我们 那它整个暴风圈的外围台中也还在里面 所以也因此呢我们还要特别的加强警戒 那另外呢气象专家今天也提醒我们 那因为这个台风有点滞留现象 所以中部地区包括台中呢 影响最大的时间反而是明天开始 那所以市民朋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看到这两天无风无雨 那觉得说可能好像台风的状况比较和缓 没有啊 因为明天开始反而是中部地区 那受影响比较大的区域 那尤其是山区啊 我们有几个山区 包括和平 包括东市新社 石刚等等这些区域啊 可能要特别加强戒备 因为啊这个啊这个阵风可能达到七级的强风啊 啊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呢 因为这两天有非常多的这个 因为四年没有台风了啊 所以有一些市民朋友就有点关切说 会不会放台风架啊 那从这个啊 今天气象预报看起来 中部地区大概除了山区 类似和平啊 啊它有可能风雨较大以外呢 目前看起来会有风 可能会有风 会有雨在平地地区 但是要达到停班停课 看起来并不明显 啊那所以我们先把这样的资讯 透露给大家 不过 大概都是每天晚上左右 才会正确的发布 第二天的资讯 那我们只是把一个趋势告诉大家 让大家有所这个工作上 或者心理上的准备啊 那每天晚上 那我们才会做最新资料的研判 然后跟大家报告 第二天停班停课的情形 那第三点 有一点比较值得关切的就是 虽然中部地区 还有几个农业地区啊 那目前本身没有什么灾情 不过呢 似乎看起来 现在包括我们的果菜价格 包括鱼货的价格 有一点点预期性的涨幅 那这两天大概可以看到 都大概有在5%左右 那所以我刚才有指示我们的农业局 要特别注意物价的掌握 以及相关供货的调控 因为我们有一些储备 那所以如果价格失控的话 我们就会释出 那让它的这个价格量 能够达到一个抑制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那还有一些农民这两天 可能会抢收 那抢收的话也需要大量的人力 所以我们刚才跟中央 包括国防部也做了一些协调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我们也会提供人力给予以协助 所以这个是大概今天 我们的二级应变会议里面 大概所做的几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个 明后天才是影响中部最严重的时候 请大家还是要加强戒备 不可以掉以轻心 第二个看起来 那虽然会有风可能会有雨 但是在平地地区 要达到要放台风价的一个标准 可能还有一点点距离 不过 那我们还是要以每天晚上所发布的 前一天晚上所发布的 为最正确的一个消息 那我们只是把一个趋势告诉大家 那第三个有关于物价 那尤其这个余货以及这个输果价格 我们会注意也会注意调控 谢谢 谢谢 已经四年没有台风了 有没有特别需要 民众再做什么特别的准备 我们比较担心说民众 他本身的心里疏忽 那因为台湾过去三年都在防疫 四年没台风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众过去三年的focus 都在防疫方面 那所以可能对于台风的准备 可能有些人会有点轻忽 所以譬如说 像有关于这个储水啦 那不过家里的这个 简易的电力的准备啦 譬如说充电啦等等 那或者是相关的一些 这个应变呢 可能会有一点点疏忽 那也因此呢 我们不断地开这个应变会议 不管透过各个系统 去发布新闻跟资讯 就是提醒民众 那四年没有台风 那不要因此掉以轻心 那即使台风对于中部地区 到时候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那是喜事 所以呢宁愿备而不用 不要认为说现在过度准备的话 那到时候没有用 那不是白费了吗 No 我们很多事情宁愿积极准备 不要掉以轻心 这是比较好的态度 也是建议大家 要加强注意戒备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保险还有会议 谢谢 气氧局持续针对 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 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根据今天早上8点的气象资料 台风已经来到了台湾南方 大概34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台风 它在菲律宾北部的近海 有打转的现象 因此北上的速度 有稍微慢一点点 我们预计它的暴风圈 大概会在今天下午 逐渐碰触到 恒春半岛的陆地 而随着台风逐渐的北上 它也会逐渐笼罩到 台湾南部 东南部的陆地 以及台湾附近的海面 气氧局持续针对 台南 高雄 屏东 台东地区 发布路上台风警报 也针对台湾海峡 台湾东半部海面 巴士海峡 以及台湾东沙岛海面 也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请当地的民众 以及航行及作业船只 严加戒备 防范台风所带来的 强风以及豪雨 台风目前是在台湾的南方 所以因此台湾这边 是比较盛行偏东风的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强的东风 把大量的水汽 从台湾东面的外海 推向台湾陆地 因此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从昨天晚上开始 就出现了明显的降雨 有些时候 食雨量还蛮大的 像花莲的吉安在今天清晨 食雨量一度来到六十几毫米 这是属于短延时的 强降雨现象 而其他地方 在最近这几个小时 食雨量也大概在 二十毫米左右 而目前今日最大的累积雨量 则是出现在花莲的万荣 已经有来到一百三十毫米了 我们预计这样子的降雨 会持续地增加 因此气象局 目前已经针对花莲 台东地区 宜兰山区 屏东山区 发布豪雨特报 而至于在新北的山区 高雄的山区 还有台中南投山区 我们也有发布大雨特报的状态 而这个状态一直到 今天的入夜并不会趋缓 甚至会因为台风更加靠近 雨势会更加的转大 而至于西半部地区的话 虽然雨势不像东半部地区这么大 但是也会有局部性的 短暂阵雨的机会 另外一个变化是风的部分 在昨天晚上到今天的清晨 其实在北部 东半部跟恒春半岛 沿海已经观测到 七级到八级的阵风 其中目前在 自动站最大的阵风 是出现在恒春半岛的九棚 在凌晨一度来到十一级 而我们人工站在南雨 也一度来到十级的阵风 我们预计今天随着台风 逐渐的接近 我们要先提顶台东 跟恒春半岛的地区的部分 随着台风暴风圈逐渐进入 在今天会开始出现 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而且风势在越晚 是逐渐的增强的情形 今天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我们 暴风圈在下午 就会来到恒春半岛的陆地 台东 恒春半岛今天风雨 会是越晚越强的状态 而在东半部 则是要留意迎风面 可能会有好大雨出现 而在西半部 金门则要留意 可能会有一些高温的现象 另外 北部地区 以及金门地区 虽然还不在暴风范围之内 不过地形的影响下 已经会有一些强阵风出现 当然前往海边活动 这更是建议不要前往的 不过地形象 不过地形象 不过地形象